网络热门仙人球推荐 无次多力玩 manulariapolitoware.no等 哈喽各位植物学家们大家好啊 我是植物学习仙人 啊不植物小新 今天呢咱们来聊仙人球啊 呃这两天呢我看了一下评论区 有的小伙伴问啊 小新能不能出几期没有次的仙人球 开大花的那种 呃这个开大花的这种仙人球呢 呃我觉得兴都是一种啊 软凤玉也是一种星球鼠的这个植物呢 呃一般都是没有次然后开大花的 呃还有一些植物呢 像无次象牙丸啊也可以 呃小新又思考了一下 那还有没有什么开花比较漂亮 然后是没有次的呢 哎我就想到了 呃在这个世界中啊 有两个派别啊 就像国家一样有左派和右派啊 他们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国家 但他有好几种思想 那植物也是一样啊 那你有有次的仙球 那也有无次的仙球 呃 海边比较近啊 或者是说呃什么种种原因 他就是自然无次的啊 那今天要讲的铺垫这么多啊 就是要讲一个自然界中的变种啊 它的名字叫做无次多腻丸 它是多腻丸的自然变种 植株具有非常漂亮的油突 它的油突呢 像这个肉腻一样 一腻一腻的往外突啊 所以给它起名叫多腻丸啊 呃 就是一个米子旁 一个站立的腻啊 它的植株啊 是这种圆柱形的 看起来像一个大玉米 通常呢 是这种植腻的啊 但有时它呃 太细躺之后也会躺在呃 躺着啊 这样呢 它能够长到60厘米高啊 直径在5至15厘米啊 这个真的就像一个大玉米 大菠萝这种感觉 很少长侧芽啊 就是独腻的这种个体 这种植物呢 它的球体是蓝绿色啊 它的乳突形成这种锥形 顶部有这种微毛 无次 蜘蛛夜间有绒毛啊 无次多腻完的花 非常的漂亮 直径约一厘米 呃 较小啊 分为这种霉红色 或者是粉红色啊 于5月到7月之间开放啊 属于雌雄异珠的 需要两个不同的才能受粉啊 它是属于啊 乳突球属的啊 这个特性呢 一般乳突球是同性啊 就是雌雄同珠的啊 这个是异珠的啊 它果实是这种啊 乳突球属 就一样的这种棍壮壮红色的这种啊 呃 有点像迎贯玉的那种种甲啊 它的种子是这种黑褐色的 哎 别说还真有点像 像一个小辣椒一样 呃 这种植物 它有一个罕见特点啊 就是它的花朵 要不是从腋下产生 要不是从它节节的顶端产生 啊 还是比较特别的 这一般的这个乳突球 它们都是在在这个顶部啊 开出这种花环这样的 而这个呃 植物就比较特别一些 这种植物的原产地呢 同样是在墨西哥啊 它看起来就像绿色的大松果 几乎没有刺 顶端披白毛啊 它的呃 紫粉色啊 或者是红色啊 粉红色的花朵 就会大量的绽放 它的配土呢 也比较简单 就珍珠岩混合泥碳 加制食和煤渣啊 比例随意啊 呃 表面铺的就是这种颗粒的煤渣啊 那有个小伙伴问 哎 这种植物怎么区分呢 因为像这种无刺的乳突球啊 长了这个样子的 还有很多种 比如啊 有一种植物叫无刺白猪丸啊 那怎么区分 呃 可以这么说 这种植物它的沟壑啊 它的乳突之间的这个啊 沟壑要更加的深一些啊 它的整体的感觉要更加的立体一些啊 白猪丸的话没有这么立体啊 其实它有刺的时候还是挺帅的啊 它没刺的时候呃 长得这样啊 其实也也挺好的啊 其实像这种植物这样的啊 这乳突球鼠的还有很多啊 呃 我觉得这个这这一类啊 都是比较有意思的 呃 像我本人呢 家里面养了一颗啊 长得差不多的啊 名字叫雪糕仙球啊 据说呢 就是呃 这种植物啊 他们是他们是有亲缘关系的啊 这种植物呢 需要呃 它是夏季生长啊 植树需要适当的遮阳通风 7到9月呃 高温期呢 基本上就是阴凉通风处养护 9至12月水分也是干透给水 整个冬季啊 温度低于两度以下几乎不给水 植物进入休眠期 呃 要保证这个土壤的干燥啊 这样 呃 好了 那今天呢 这个节目就到这了啊 这个植物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像这种植物呢 它繁殖主要就是看呃 看这个播种的啊 假接的话 倒是呃 很少 假接的话很少 因为这个植物它呃 怎么说呢 呃 它它播种呢 还是比较好发芽的 呃 好了 那今天故事就讲到这吧 如果你对小新的节目感觉感兴趣的话 欢迎一键三连加关注 啊 记得转发哦 呃 这对我非常的重要 感谢大家 那我们下期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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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